在立法院发生冲突 那么林楚音委员呢 他恶人先告状 疯人化救人 然后呢 他说他好像刚才有来提告我 但是呢 我也已经准备好 我刚才在上午的时候 到台大医院的验商单 然后我也请律师 今天来一起帮我递状子 最主要是 其实我们今天的冲突 是因为呢 许巧新委员被赖会员委员勒脖子 因为在我们的整个的过程里面 他先是爆他 雄抱许巧新委员 然后呢 他又累他的脖子 那他的那个 勒的地方呢 正好是在 这个林楚音委员 他坐的那个椅子的后面 所以如果看那个影片 非常清楚知道 我事实上是绕过 林楚音议员 然后我是去 把我想试图把那个 赖会员的手给推开 不然的话 他这样子一直勒着 这个许巧新委员 我怕担心许巧新委员会受伤 但是呢 没想到林楚音 那委员 他还回过头来 用他的手呢 继续的要去那个什么 碰那个许巧新委员的脖子 那我就把他的那个手拨开 因为我希望他不要再 继续的去攻击许巧新的脖子 没想到他回过头来 然后呢 就开始疯狂的对我 一直打一直打 所以我在这个 在正当防卫的时候 有派有这个 就把手挥出去 所以我完全是正当防卫 正正展开攻击的 就是林楚音委员 而且他不止如此 他不止这样一直一直打我 大家也可以从影片看到 他的手跟脚都来 他脚来先踢我 他脚也踢我 那么大家可以从影片看到 除了林楚音委员之外 在他旁边的黄杰委员 后来也用他的脚来踢我 也来踢我 那当时事实上 我的四面八方 全部都是民进党的委员 我前面有吴思耀委员 林楚音委员 黄杰委员 后面还有洪生汉委员 我几乎被他们完全的包围住 但是林楚音委员还是手跟脚都来 所以我觉得他们完全是这样的照调声势 自己先攻击别人 自己先打人 然后呢 现在再来 好说要来控告我 那当然我觉得真相必须要被还原 那所以也跟大家报告 我在这边呢 也准备好我的就是验商单 我的验商单也在我的脸书有po出来 那我今天到台大医院也做了就是相关的一些 他们也帮我做了一些处理 也有验商单 所以待会呢 我们就会进去 直接提告林楚音委员 他伤害 那么不要以为说 他自己造谣 他恶人先告状就可以掩盖真相 那我是不是 那个佩祥要讲一下吗 好来请那个陈于真委员 我想立法院的这个冲突 在所难免 那我们实在 我们国民党这边实在 千万个不愿意的 来浪费司法资源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 因为林楚音委员已经提告了 我们为了要还原事实的真相 也只好把事实真相来这边 来对他做出伤害的告诉 我们相信司法会查出公证 会还单价公证 以上谢谢 因为刚刚就是郭育晴委员又现身背检 那他有就是指的伤口说你有攻击他 我对立法院冲突一向是这种看法 你说郭育晴委员说我攻击他是不是 我只有一句话给郭委员 如果这么不能战不要上战场 如果很怕打仗很怕受伤 不要来靠近我 就这样子 好 我们想问 这个他们刚刚还有讲说 已经看到林楚音委员下巴留下 还继续不停手 然后用施心疯来心疯你 施心疯的就是林楚音 而且他根本说谎照耀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他说他的 因为我看到他后来包的大大的 他是在大概我们整个的事件 我一直站在那里 大概五分钟十分钟之后 他才出来站起来说我流血了 我想那时候很多的就是媒体朋友又拍到他 然后就有一个红红在那边 那我觉得很奇怪啊 如果你当下的时候你怎么不会叫 等到五到十分钟这个伤口才跑出来 不是很奇怪吗 这个伤口为什么到五到十分钟之后 他才跑出来 所以林楚音委员我觉得你们他是失忆吗 难道我不想去形容他 难道如果他真的已经受伤他真的已经流血 他要五到十分钟才察觉吗 所以我都怀疑他那个伤口是怎么弄出来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一阵混乱之后 那我们都站在那边 那么黄结尾就在那边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 然后我们大家还是有一些 大家有一些小冲突啦 他才突然的站起来说 啊我受伤了我流血了 这个其实当时啊 我这个媒体朋友通通在现场 大家都知道他并不是第一时间 他说他流血 那他有说在脸书po的影片是造谣 我影片如何造谣啊 影片就是有影片有真相 因为影片可能有非常不同的一个角度 那我也看到他们所po出来的角度 就是完全好故意隐去删去 他攻击我的那一部分 而我po出来影片非常清楚的看到 就是那时候我就是制止 不要再去那个勒徐晓星委员的脖子 回过头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他 他好像讲说什么 你干嘛还怎么样 然后手啪啪打过来 那其实我也被他抓伤啊 他平常指甲漂漂亮亮的吧 这个我真的也要也要去拜托你们这些 在那边把手指甲留得长长的 然后平常漂漂亮亮的 但是你们在平常攻击抓人的时候 就把人家抓伤啊 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这样子 莫名其妙的一直打我 所以我才是一个就通话 我就要挥手 不要让他打了 难道不行吗 我是白痴吗 我会在那边一直让他打吗 不可能的事情 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可以欺负人 现在我告诉大家 你们如果动手的话 你们就要付出代价 谢谢 好 谢谢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